320智能盖板安装视频及功能演示 安装前,请检查安装配件是否齐全 测量两安装孔的距离 固定陶瓷的两个安装孔距离必须在12到18厘米之间 陶瓷水向正面,不能凸起 首先取出紧固螺栓 将其插入安装孔按平 如果插不进去,可以沾点水 然后将固定铁片放在安装底座上 铁片和底座的方向不要装反,并插入螺丝拧紧 智能盖板安装 将盖板与安装底座对齐,然后用力推入 当听到咔的一声,盖板已经安装到位 最后检查是否安装牢固 安装三通过滤器 首先将密封圈放入三通,然后关闭脚阀 拆下原装进水管后再装上三通过滤器 并将原装进水管与出水口连接 安装进水PE管 把白色PE管一端用力插入转接头 再扣上蓝色卡环 将盖板上的蓝色固定圈卸下 用力插入另一端PE管 再扣上蓝色卡环 安装完毕后,打开脚阀 检测有无漏水 最后插上电源 测试智能做变盖各项功能是否正常 感谢耀地震 再扣上蓝色 continu 再扣下 再扣下 几岩 后面 再扣下 安装顺序 1.检测配件是否齐全 2.测量两安装孔的距离 固定陶瓷的两个安装孔距离在12到18厘米之间 陶瓷水向正面不能拖齐 3.安装塞及螺丝的安装 4.安装盖板 5.安装三通PE管 连接三通PE管时需拧紧 拧紧后打开脚阀检测有无漏水 6.通电检查功能是否正常 使用清洗与烘干功能必须先着座方能使用 检查水温与作温是否正常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